这就是最近网上刘善很火的快报出装 并且原作者还说了 无双以下玩刘善 这套出装那是真不烂 还说什么残血打人随便打 一技能一开就能打到脸 咱先不说他说的夸张不夸张 就我对刘善的认识而言 他只适合做不 说出来讲的话 我确实没事 所以啊 我也是非常的好奇 那这套出装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 让他说出这样的话 抱着这样的好奇心 我就开始了这局比赛 刚开始我和吕布打的那是有来有回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战斗 直到后面杨永怀想从我的后面偷我 那我这当然不愿意 直接看着一技能没打到 又把他夹晕了 一巴掌过去 出乎我意料的是 他竟然还不走 此时吕布也在缓慢靠近 我一看他俩去堆了 马上用一技能击飞两个 二技能夹晕两个 然后一个斩杀 这个斩杀的力量 简直是太爽了 对面的支援那是来的飞快 蔡文鸡和小老虎 通通都已经赶到 我一看我的血量有点不健康 我就回去吃了个血包 让他健康一下 后面我继续走到上路观察情况 让我意外的是 他们两个竟然没走 还在草丛里面埋伏我 我的天 顺时我就愤怒了 二技能立马夹晕 打完一趟我立马就跑 后面我没什么攻击力了 主要是 正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俩对我的仇恨 都已经支撑了他们的脑子 让他们跃踏来了 我的天 我一看这送上面的便宜 不占白不占 马上把他们击飞 又来了一个二连击铺 爽了兄弟们 这开局 主持有点给力了 这前期的明文伤害也够高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出庄 话说回来 后面我又回到了上路清理兵线 就在这时候啊 摸到右下角 参文鸡就突然出现了 不蹬一下 杨宇华的头像也亮了 这时候我还不以为然呢 心里面还在想 就他俩还不足以为难我 稍微用点计谋 他们两个就得玩玩 当我想着的时候 突然吕布又来了 我的天 先把他们三个击飞 然后再开个大招 这时候一只大鸟突然从我的头顶掠过 我的天 后衣也来了 这次司打一啊 并且还想约他 我的天 把吕布给弄死了 接着杨宇华还想吵 夹运他 防御塔给他一个暴击 二连击破 对面的人员 这是和我结下梁子了 我不死 他们不高兴啊 一来就来这么多人抓我 当我稍微闲下来的时候 就跑到了对面的野区 看了一看 我的天哪 这一看不要紧 又是对面五个人 当着他们的面 我就把他们的红buff给你抢了 反手我就想溜 他们跟我减速 并且还晕我 我的天哪 又是五个人的 这时候我们的队友也来了 我立马回头 随后我就想办法 开着一技能 闯入敌方的阵型 一个斩杀 我就斩了俩 两个普通攻击就拍死了一个 以后这个吕布啊 这个伤害真的很可怕 我的天哪 一换三 这波又直了 反正反正 我就突然发现 他这套出攻 不适合团队作战 也不适合一一地五 而是更适合各个击破 是那像那种 来无影去无踪的刺客 你看 我突然回去 逮着一个脆皮打 几个普通攻击 他就残血了 接着再来一个斩杀 成功的就拿下了后翼 那边的脆皮 我们直接绕过墙 飞过去 同样即飞甲云 几巴掌 再来一个斩杀 二连击破 有了这种想法之后 你看我玩起来 那是多顺手啊 最初一个暴击 那就是一千毒 看见到对面的脆皮 我就直接威上去 一个旋转 再来一甲 直接二连击破 只剩下一个小脆皮 开启大招 直接刮他 瞬间半血就没了 只能开启 闪现逃跑 后期神装 我终于看到了 这套出装的 攻击力的极限 顿时让我 炸得目瞪口呆啊 兄弟们 此时你们看 对面的人员 已经被我们逼入 鬼境周围 不敢出来 我呢 绕后 爱琴已经能 去追后翼 一个暴击 那就是两三千的暴击 我的天哪 一夹他就没了 这伤害 兄弟们 大家赶紧去试试吧 谢谢大家